大家好,大家好,我叫赵永亮,我是埃塞欧比亚人,我结婚了,我有一个妻子和两个娃娃,我的老大18岁的,现在在美国学习,老二是15岁的,在埃塞欧比亚雅迪斯学习,感谢主耶稣给我了这个机会,跟你们分享一点神的话语, 这是圣诞节的时间,所以从鲁家福音的二讲,第一节到七节我们来学习,圣诞节快乐,圣诞节快乐 在那些日子,凯撒五个司徒建制,叫全国人民都登基,呼之,终人各规各城,本里登基 约翰耶,从加利利的纳萨里,成犹太区,到了达威的城,名叫波利亨,因为他是达威家族的人 要和他所拼指,去玛利亚,一同登基,呼之,那日玛利亚已经怀孕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城市到了,就成了脱胎的儿子,永不包起来,放在麻草里, 因为可点里,没有地方,我们来祷告 慈悲的父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的安典,因为你看过我们,你保护我们,平平安安的过了一夜 你引导我们,从黑暗里进入光明,主啊,在这一天中,世事带领我们,是我们所做的都能合乎你的记忆 教我们在言语上,在新闻上,多多为你做美好的讲讲,荣耀心的生命,主啊,今天我来到这个地方,可以讲到你的话有 你本中我好好讲到你的话有,你本中大家好好听你的话有 我们这样祈求是,放着耶稣的生命去哦,阿们,阿们 他们为什么要从纳撒勒往玛利亚去 纳撒勒到玛利亚,为什么 因为罗马帝国的皇帝,名字叫开萨奥格斯多命令 大家都去自己的家乡,回家乡 他们就没办法了,必须去大卫的城市叫玻利亨 整个罗马帝国进行人口普查 这不是一个国家的事,两个三个国家的事 这是整个罗马帝国的很大的一件事 你们知道吗,从纳撒勒到玛利很多远 在地图上可以看出来 大约136至144千名 这不经的一个地方 那是没有飞机了 没有列车 没有宝马车 没有普通火车都没有了 那他们怎么到了那边 好像他们不行了吧 走路到那边 走路到好像用了四天吧 走路到那边应该是累得进瓶里进吧 不经你们想象一下 到达目的地就没有地方 在客店里没有地方 我觉得这很令人决散的一件事 最严重的是什么 玛利亚那是什么情况 她欢迎了 她马上就要生孩子了 第一,他们累得进瓶里进 第二,月色的老婆 欢迎快要生孩子 但是客店里没有地方 圣经上在六节说 他们在哪里的时候 什么意思呢 他们在玛利亚的时候 在玛利亚哪里 我们就不知道了 在那边 他们待在那边多长时间 一个小时吗 一天吗 一个礼拜吗 一个月吗 一年吗 我们完全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 为什么他们在那里 第一 为了登记自己的名字 非常重要 第二 他们在哪里 在玛利亚找地方住 没有住宿 所以他们在那边 找地方 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 你们想象一下 他提供了全世界人入住的地方 耶稣 耶稣是圣 他提供了欧洲人 亚洲人 非洲人 白人 黑人 黄人住的地方 都他提供了 但是他自己 无家可归 五家可归 他没有地方住 罗马帝国的 为何不对 为何不对 罗马帝国的军队 都有地方 但是黑平的军 黑平的军 耶稣 罗马帝国的军 他没有地方 罗马登记 在那边登记人民的 名字的人 都有地方 但是 宇宙的 这无助 就没有地方 太可惜了吧 很近的地方 来的人 都有 但是 很远的地方 从天上 来的 最重要的客人 耶稣没死 他没有地方 朋友们 你们活着 相信 也不相信 弟兄姊妹们 你们这句话 相信不相信 世界上 今天也 很多很多人 的心里 耶稣 没有位置 耶稣 没有地方 有的人会说 我们是基督族 但是 不让耶稣 坐在自己的心里 的宝座上 他们不让他 我怎么知道 他们为了 唱话 有很多想法 哦 为了学会里面的东西 为了学习 为了不同的事情 只有很多想法 但是为了耶稣 他们没有想法 他们 把钱 花在 不同的东西上 买重要的 和不重要的东西上 他们 破费 但是 为了耶稣的福音 却他们 没有钱 有点 难中修饰 太可惜了 他们 有时间 看东西 看东西 看手机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但是 我听上的话 他们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 坐在 听耶稣的话 有 这个太可惜了 请告诉我 为什么是这样 为什么 客店里 没有地方 告诉我 我很想知道 客店里 没有房间吗 不 不 不 客店里 有很多 房间 但是 发生什么呢 房间都已经 充满了 已经 其他人 已经进了 最后 最重要的客人 耶稣 就没有地方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的心里 满了 的是什么 你满了 那么多 之后 耶稣 没有地方了 这个世界的物品 满了吗 你很喜欢 钱吗 你 穿力 穿柄 你很喜欢吗 这个想法 已经满了 你的心吗 哦 中国的女人 很喜欢 自己的 自己的 什么 漂亮 这个是非常重要 有人问我 你为什么不结婚中国人 我就 我不合格 我就结婚不了了 因为要求太高了 高富帅 个子应该高 应该很富有 有钱 应该帅 我都没有 这个是非常重要 所以满了你的心 现在耶稣就没有地方了 对吗 是这样吗 必须考虑 因为我在所有的客店里 有人 所以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客人 耶稣们是 他没有地方了 你的心里满的是什么 你满了其他的东西 可耶稣没有地方吗 这个是不对的 必须改变 耶稣不是应该这样 所以他们把耶稣 放在哪里 在马槽里 马槽里 马槽里那边有动物的地方 有布 有布 不好玩的地方 知道吗 为什么 为了解除你的罪 为了解除我的罪 为了解除全世界人的罪 耶稣 我指使人 到现在没有打开门 但是耶稣没有上去就走了 他还在门外等着你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的弟兄姊妹吗 我的朋友吗 我求你们 打开自己的心的门 让耶稣进你的心里边 让他坐在你的心的宝座上 让他你的救助 他给你有什么 他给你平安 因为他是和平的政 他给你洗了 你觉得钱会给你洗了吗 不对不对 钱今天回来的明天就早了 耶稣给你的洗了 永远在跟你一起 哈利路亚 他会给你永生 所以我求大家 打开自己的心 让耶稣进 坐在你的心里的宝座上 他会祝福你的 有一天你会救世的 你会死的 真的 你们知道吗 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已经死了 我们也有一天要死的呀 但是那个时候你要去哪里 你知道吗 你要去哪里 必须知道 应该去耶稣哪里去 哈利路亚 非常重要 打开自己的心 Welcome 耶稣 然后他会改变你的生活 祷告 主啊 我们感谢赞美你的安典 为了你的花油 我们感谢你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感谢你 我祷告 听这个你的花油 可以打开自己的心 可以让耶稣进他们的心里面 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 我们这样祈求是 放着耶稣的生命去 阿们 阿们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神的祝福你们 耶稣祝福你们 再见 谢谢